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些东西能促成它的更正向的程度 这也是真实的 过去的夏天 今天又请到了一位老朋友 周琪 那这次的世界杯之旅 从现在能平静下来想 会有什么跟以往的世界大赛 周期大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一次的话 相比上一次19年 其实整体的困难会增多 中国队与南苏丹队 萨尔维亚队 波多里各队 登赞了B组 将在马尼拉参加小组三阶段的比赛 从这个预选赛开始吧 然后整个球队 包括换了助教练之后 包括人员 大家在一起磨合的时间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短 然后我们夏天的比赛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 整体的一个状态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向下走的状态 中国队乘坐的航班 比原定时间延误了几个小时 晚上6点39分 飞机才到达马尼拉国际机场 走出大厅的队员们 多少有些形色匆匆 22日晚 中国南岚也是正式确定了 出征本次篮球世界杯的12人名单 中国南岚将会在8月26日 首先迎战赛维亚南岚 到了赛区之后的 我们整体的那种状态 其实并不像我们准备的那么理想 其实很多年轻队员 他们是第一次 一下就上到这个世界杯的舞台 你看到所有的NBA球员 当打的球员 站在你面前 然后你每天在他们一起吃饭 电视不停地播放他们 其他场次的比赛 其实你在那种环境下 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 你可以从每个人的这种 面部表情 或者说身体的那种状态 能感觉出来 撒下来了 它可能不太能理解我们的这种压力 因为我们在 中国对在亚洲意味着什么 和一个世界强队的主帅来了之后 他的那种感觉 他可能会不太会能体会到我们的那种 其实我们在欧洲的时候 很多时候 Sasha一直在着我们解压 希望我们能在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注意到了这件事 对 他其实很在意我们平时的这种状态 他还是希望我们 就是在训练的当中 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 不要把神经 就是绷得特别 24小时绷得很紧 你觉得如果我们把满分状态为十分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 就是即将开始 对塞尔维亚比赛前中国队的状态 你能给他多 中国队在这一次世界杯上的节目战 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 这场比赛 双方的实力差距 不是那么小 那中国南岚 在比赛当中 要去做到什么 要去证明什么 包括要去收获什么 都值得我们去关注 比赛马上开始了 三分四的 真的吗 可能到一半都没有到 因为我觉得确实是没有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这种 精神状态 你可能才 就是面上感觉大家都在 尽量的去放松 很轻松 让大家感觉 所有人感觉我很轻松 我来这我没有压力 哪怕教练都在这 我们说不要有压力 不要有压力 就是一场一场打 但是你 就是你装那种感觉是 你没办法装出来的 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多年没有碰过赛维 也是这些人第一次打赛维 其实从他们的风格跟这些打法 我觉得从身体对抗上也是很强 然后还有他们的传球 跟个人的这种运转球能力 还有投篮的能力都特别强 有点惧怕他们 感觉对方的身材 转换的速度 防守强度 可能要比我们强 所以我们有点惧怕 画面正好周期也可以在 我知道我今天 仍然要说那句话 就是撕开伤疤 重新去看伤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还是要直面 直面一些东西 好我们一起来直接 这是比较精彩的一个画面 周期是在内向盖帽了 但是球权在对方手里 而且还被对方投了一个三分 截止到 其实周期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我们就放了这么短短的一段 但其实那之前 中国队打的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是自信的 或者说是 发挥出了 好像很强的集战力 我们拆局打的确实是 可以说是非常好 但是 我不知道就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 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没有 就是 很 就是惊讶 或者是说 有一些 慌乱 对就有一些 特别的这种改变 对 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篮球场上 很常见的一种 哪怕是今天你作为世界第二 最后输给了中国队 可能他们 也不会有 就是特别大的那种 就很平静 对 他们还是相对来说 其实是平静 那这就 形成了一种心态 就是说 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们不会第一反应去 去看球链 就是 我们 比如说十比二楼后 我们要不要暂停 大家都 统一地去 你不要去对向球链 说我这个时候 哎 球链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 就那种 那种意识 所以就他们在场上是一种 那种状态就是 我们可以解决 王志林这边 实际上赵纪伟是想给一个假掩护 在传接球的 失误之风被对手大反击 统队需要注意减少自己的失误 这边刚说完又一次 宇鲁蒙夫直接抢断球 输球 体现出了和世界强队的差距 但是 这才是世界杯的开始 我们如果能够从其中 汲取到我们希望学习 并提升的东西 那一场比赛之后 在队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 大家 在争议室的 氛围还是 很低落 哪怕是我们 大家都信都清楚 这种 差距在这里 但是 Sasha进来之后 就很快地让我们 就是 不要再 催头丧气 我们没有 时间去想 之前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比赛打完了 就是打完了 就是要进入到下一场 我们要准备下一个对手 然后我们要准备 第二天的这个 训练计划 或者准备对手的计划 这样 所以我们就需要很快 很快速度的翻篇 这是一种非常空前的无力感 然后我们就过到 打南苏丹那场比赛 打南苏丹那场比赛呢 先说说你在赛前 然后赛中 对南苏丹这个球队的印象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可能在身体方面 会会会会 会稍微差一些 但我们相对来说的这种 整体性 尤其是这个 萨莎来了之后 我们这种 欧洲体系的这种 这种状态 我们是 可以正常地打的 赛前 对赛前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去 顶住这场比赛 最后取得 哪怕是 可能会惜败 或者说 五分八分 但是我们不至于 就是上来就 哪怕两节就 八十分 先要不让队 好 是地球的能够 能不让能把球打电 其实大家都 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 所有球员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边放南苏丹 这个三分 就是但是 有一点周济 南苏丹是很准的球队 对吧 这一点上可能 我们在之前 我们拿到的视频 也好 或者是 集锦 像你说的集锦也好 他们并没有 这么准 但这个 就确实是 我当时在场面也挺震撼 而且甚至他们的很多战术安排和空间拉开就是为了硬投 就可能我们之前 并没有想到 南苏丹会是一支 以 外线三分 占了 八九十 成了更多的比例的球队 我们可能觉得 我们可能在 他们头会很多 但是可能强也会很多 因为他们这个 远种的这种 先天优势 我们可能 对于非洲这种球队 一直在理解就是能投能抢 然后呢 打南苏丹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不太 和谐的细节 可能只能周济来给我们解释 就是大概在 第二节 还有一分五十七的时候 发球出现了一次三不战 那个时候是发生了 先看这球 这球是有点异当的 还是要赶紧放上 其实当时还是整个这种 神经包括整个身体的这种 紧张程度到达了这种 当时身体状态的一个境界 其实我发完之后 我也没想到 就是我也 觉得这种情况 不可能 就是很难 在我的身上去 去发生 是 出现这种情况 是 是可以说是 我怎么说 我怎么说 就是不能说是必然 但是就是那种 看起来那种感觉 就确实是 不好 只有自己 就是你可以感受 自己能感受到 当时的那种状态 明白 本场比赛 本场比赛 南苏丹队森分球 三十投十五中 终于高达50% 最终 中国队以69 比89 不敌对手 遭遇小资 两年半 尽管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但是中国队 依然需要在今晚 用胜利 为自己争利 当然 对于目前 微长升级的东道主 菲律宾队来说 他们在今晚的求生欲望 同样异常强烈 我们把目光对准 最后的一场 也就是中国南苏 在这次世界杯的收关战 其实也是周琦 这个夏天征战的一个 暂时的句号 那场比赛前面很长一段时间 是没有得分的 到第二节中段打索托 得到了分数 但是呢 正是那一球 后面就受伤了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起手 在左边交叉 这时候出了什么状况 这时候 当时是地板滑了一下 所以 刚才那次周琦 就是手拍地面的时候 其实腰没事 有一些 已经有一些了 这个第一节还是中段的时候 还是什么时候 其实在对唱当中 其实有一点就是 有一些不舒服 过大的反应 哦 是吗 那么根据中国南苏传来的 及时的消息 周琦呢是 背景韧带拉伤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是没有办法再打 我落地之后的那种 就是落地之后的那种 感觉是 让我 完全 一下就是那种腰抢 没办法撑住 到这个地步 对就是整个 就有点像楼突然塌了那种感觉 完全一下就撑不住 但是那种情况下 没有去过多的 也就是个紧急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过多的去 处理 确实 这个对手是 首先是亚洲对手 然后再 又是菲律宾 所以我们 没有 过多的去 炒绿 其他因素 我们就是要 不说证明自己吧 或者证明球队吧 那就是我们 在亚洲必须要赢的这场 虽然被对方打中这球 中国队 这段时间还是足够冷静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是领先着进入的半场 所以 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更好的事情 当然 也还要面对更艰苦的 下半场三四节 半场的时候 我还能感觉到 我们今天可能 会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确实 我当时 打不了了之后 就是非常困难 但是 还并没有想到结果 对 但不至于 到这种程度 我确实是 我们这样吧 我们 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 克拉克森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第一个球是我们当时能预想到就是 你不在 他就把内线杀 造犯规 造杀伤 然后接着就开始了三分投射 我们换了人防 但是效果并不好 不像上半场那么好 嗯 其实你说防守人要多失位 也没有多失位 但是克拉克森这个时候已经 已经打疯了 包括他 第一下他没有 感觉很好 他传导一下 继续投进 这时候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 已经二十三分钟 就拉畅一下 好像就是三分钟的左右 对 开始 一下是拉畅了 周琦现在看到这一 就是就像一连串的那种状态 对吧 这个 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他们 外线当时在场上的这种感受 现在中国队因为内线的 会出现失衡的状况 所以很多被动的情况 就一下串联着就出来了 在这个时间段能一下不能到二十分 其实 这就是 我觉得就是比赛经验的这种 缺失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在你看来 克拉克森是更有 比赛处理经验的人 对 就是可能 换做一个 其他球队 可能当时的这种 临场的这种 处理环节 会比我们 嗯 更好 你经历过很多次世界大赛 也经历过连续失利的这种 过程 你觉得对你的职业上 或者说你个人的 经历来说 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吧 就是我个人来说的话 其实我的 我 一直都觉得我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竞技状态去打这次世界 就是最后一个创造期之前 我是一直在 保持这个 高强度的力量去 嗯 但可能有球会相对来会差一点 因为没有对抗 没有自己 我后来 在回想当中 我说 在一直在想就是 这夏天 这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在打的时候 我在训练的时候 我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然后产生了我的腰部的这个 伤势加重 嗯 那我最后想出来的可能性就是 在香港 比赛的时候 呃 应该是第二场 呃 有一个回合是 抢两板 然后我直接射到地上了 这胯和这个腿都是 一下就木了 所以我可能 第三阶打了一会儿 第四阶我就整个 一阶就没大 对对对 我当时没太重视这个 伤 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硬伤 呃 通过时间慢慢就会 缓解 但是 呃 其实回想起来 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 没有重视的这个情况 就是 他可能比我想象的要正 对 中国蓝鞋公式亚运会篮球 及三人篮球国家队友单 与世界变相比 缺少了周琪 李凯尔和周鹏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智商的这段时间 亚伤的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看亚运会 我我差了 因为有什么感受吗 特别是在打菲律宾那场 其实你也知道我 我们没有必要 我们必要去提其他的比赛 对对对 我们就是那场比赛 嗯 其实我在美国智商的这段时间 我每一场 都看了 都看了 其实菲律宾那场 我还真就没觉得 会有这个节目 会出事 对 金龙现在是贴着布朗利 虽然让布朗利接了球 这边险些把球断掉 可惜了 这个时候 这边布朗有失 金龙继续防布朗利 对方命中一个三分球 手大延误 这边对方的布朗利 又一个三分球命中 其实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还是整个球队的压力 太大 我们就往进切 给外线 张震怜 中距离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 菲律宾队是77比76 战胜了中国南篮 但是有些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 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东西 它就是存在 就是崩掉 是吗 对 不管是从心态 还是从 激战术水平 还是从 压力 就是你 这个东西没有 就是 我觉得 好像不太能解释得了 就是 我没有办法去生气 因为我能感受到 他们的那种压力 但是我觉得 正多的 我也没有办法去用同情这个词 也不太贴切 那 就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 但是确实是 我能多少少少能理解 他们的这种 当时的那种情况 有无力的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 因为我 其实我们球员 我觉得没有球员 不想打后比赛 当然 当然 就是你从事体育的 所有的 经济体育 所有的军动员来说 没有人 不想去赢 又是在杭州 又是在国内 所以 哎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形容这个东西 要知道 这一次中国南篮 有七名队员 是第一次打世界杯 而剩下的五名队员 也不过是第二次打世界杯 我们倒无意为球员去开拓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世界杯 是让他们看世界 提升自己的重要的机会 不应该荒废 关于中国南篮的 所谓球队领袖 一直都在 大家都在 关注的一个焦点当中 你自己怎样看 漂亮 我觉得我们现在 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达 中国南篮 之前每一任领袖的那种 水平 那种 西建林 漂亮 关键时刻 西建林 这球投进去了 确认 目前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过往 任何领袖 球队领袖的高度 没有 这次亚运会 大家都能明显的战略出来 咱不说他们 每个队有规划或者怎么样 就是 你正常来说 就哪怕有规划了 咱不说必须赢吧 哪怕最差最差 你也不能 崩的不像样 对吧 所以打的就是那么 相对来说 不太好看 我在澳大利亚打了两年 那个窗口期去澳大利亚打的时候 我觉得 在我没去之前 我跟他们去 当时去澳大利亚打的时候 那种心态是一模一样 中文队的拼抢意识和积极性是非常高的 而 另外一边呢 裁判其实给的这种对抗的空间 尺度也很宽松 就我觉得 这不犯规 或者说 故意的 是不是就为敌 是不是叫恶意的 对对 你是针对我了 对 但是你去了之后 就发现 你打的时候 大家都什么的 正常 对 但他们并没有说 我故意要针对你某个人 周期通过了 在澳大利亚联赛当中的这种历练之后 这一年他的对抗性和篮下的统治力 获得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其实我张确实大家 其实 不是这一支球队招舞 就是澳大利亚还有别的球队招舞 但是 也有人把我推荐到一些球队 但有一些球队其实是差不上我 他觉得我 我最 这就是他内心觉得你中国人 适应不了我们澳大利亚的男子的对抗 哦 这就是 一个所谓的先入为主 对对 很直白的就是 这种 这种 明白 状态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录制的最后 如果让你为过去的夏天 选一个词 只选一个词 你会用什么呢 既遗憾又伤心 我觉得我可以用很多很多的 嗯 方面的词来表达 但是 我觉得这两个是最 就是他们两个 最重的两个 嗯 就是感受最深的两个 对吧 既遗憾又伤心 我怕这个 也是很真实 很到位的表达 这个我觉得就不让周琪来解释 因为我觉得这种 就是每一个人的情绪是不同的 对另外 觉得也能从字面理解 你对过去的夏天的 态度和回应 你们各位会想就是一个 被捧到天上了的球员 他会明确的说 我们就是 含他自己 不如过往任何一件难难的类球 这句话说出来 可是有分量吧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一直认为 仅用成功和失败来评价运动员是不公平的